这是烟南园 清静 优雅 但同时有一些荒谅 这两个有点矛盾的词 它都兼具了 是个神奇的地方 因为它原先住着 很多的牛掰的人 但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是崔欣宇 来自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 阿易老师的研究生 如果你想了解 最不一样的北大 跟我来吧 哈喽 我刚从那边吃完饭回来 这边有食堂 还有学生宿舍 穿过园子往前走 可以走到我们北大的图书馆 还有教学楼 您看烟园 这有很多条小路 四通八达 可以让同学穿过去 节省一些时间 我个人呢 也是在这个园子里 走过无数遍了 一直都知道烟园有很多故事 只是真的没有静下心来 却好好一探究竟 您看 这边有一个别致的小房子吧 我也真的是今天才知道 这居然住的是简国赞先生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是在这儿自杀身亡的 今天阿易老师给我们讲了些什么 对 就这个房子 这个64号也挺独特的 64号是所有厌代园里唯一的平房 刚才说差好大 一个二层小楼一个平房 然后这个64号楼 著名在我们 你看那个肖老师他们写的 那个燕南园那书里面 说是简不赞的故居 其实简不赞的故居不在这儿 简不赞的故居在北大富小里面 就是燕东园28号 他怎么来这儿呢 是文革后期的时候 他先被打倒了 然后毛主席讲话说 这样的也要养起来 然后在他生命最后一个月 恢复那边已经把那个家都封了 没法住了 就搬到这儿来 住了最后一个月 然后在这儿自杀了 就死在这个房子里 他是这样 就是他66年的时候呢 就被打倒了 然后呢 66年被打倒了 被打得非常惨 从这个就是 红卫兵到了那个 燕南园28号以后呢 他们家下头后像 就把门都关上了 他躲在这二楼 然后那红卫兵就拿着那个梯子 要爬到二楼去 他要爬到二楼的时候 这保姆一看反正他也能进来 就把门开开了 别忘了家毁了 红卫兵进来 就把他抓走批斗 还有一次抓出来批斗 是从厕所里 给抓出来以后 把那个厕所那个 那个粪子篓扣到脑袋上 这西方有一个照片 特别有名 就是简博赞被批判的时候 一张照片 他当年68岁 站不住嘛 所以就给他立起来的一个板凳 让他扶着那个板凳手上 被批了几个小时 就非常惨 然后经常被拳打脚踢 然后到了这个68年的时候呢 就把他从这个厌重院28号赶出来了 根本就不让他住那个楼里了 就关在城府路里 一个叫 一个蒋家胡同 关在蒋家胡同 是一个挺小的小平房 家里没炉子 炉子就放在门口 然后你想城府那帮小孩 听着一个大灰蛋住这 那得怎么 什么反应呢 不是在这骂他 也抓着他 他被批斗的就是往那个锅里面吐吐的 扔脏东西什么的 对啊 他为什么被批斗 还有这么几个原因 是跟毛泽东不合的 就是第一 你们听说有一种说法叫 叫叫叫新史诀 听说过 还历史诀计算法 新史诀有五大家 第一个是光沫若 第二个是范文兰 第三个就是简摩载 然后有位吕振宇 还有一个侯外卢 这五大家 简摩载排这第三 这新史诀什么意思呢 原来史学是没有一个贯穿的意识形态的 但是新史学这些人就把历史唯物主义 拿来作为一个线索 重新再解读我们的历史 把它写成课本 后来我们学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历史 甚至世界历史我们也是这么学的 但是简伯寨在做这个时候 他确实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方法 来看中国历史的 也这么编书 可是他有一个主张 他说我们 你一定知道地上碎了好多铜钱 我们就把这些铜钱当成史料 拿一个线把它穿起来 这个线是什么的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可是你不要在穿这个线的时候 让大家看得特别明显 特别是不要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话 直接写到我们的历史书里面 那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 他说过一句话 不能把马列的话给写在历史里面 他的意思是我们用马列的思想来串它 但是不要把他们本身的语言 给写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这俩外国人你想 是有道理的 批判的时候就断章取句了 这是一个他跟毛泽东不一样的 就是他认为历史应该为政治服务 但是为政治服务当中 历史并不是一个女仆 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有他的独立性 叫历史主义 这是他一个特别大的主张 再一个在保子东时代 农民起义是特别高的一个地位 他对农民起义有这么几个观点 就是农民起义不能把他捧得特别高 那哪行啊 以前农民起义全是最高大上的 为了跟这个封建社会做斗争什么的 这是他的这个主旨 他在这样的主旨下吧 还有些别的主张 就是范文蓝认为 每一次农民起义完了以后 统治阶级都会让步 叫让步论 简博赞还没那么极端 简博赞说的 每次都是适当的让步 能让多大的步取决于 统治阶级跟这个农民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如果统治阶级力量比较大 还是让一点步 但总之他还是让步论 所以毛泽东特别反感 他就说什么让步 没有任何一次统治阶级让步的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 范文蓝跟简博赞在这个问题上都有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是 弃本语说李秀成 太平天国李秀成是个叛徒 因为他在最后几天不是写的自首书 然后就成了叛徒 那简博赞认为你不能因为他最后几天就写了个自首书 就把他一生全给 他一生全是叛徒 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看完了简博赞这个主张以后 他写了几个字 说这个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 晚节不保 定论 他就是个叛徒 所以在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 他跟毛泽东的关系也成问题 最直接的导火索是毛泽东委托 也不是影射 所以吴函是好人 姚文言是坏人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汇报以后 就在简博赞后面画了三个圈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可能重点注意 所以他特意强调了 像这个发文栏 简博赞这些人都不行了 把他们打倒 点名把他打倒 所以当年 北大文化大秘一开始 简博赞被打倒的排名特别高 第一个是陆平 是我们的书记兼校长 第二是彭佩云副书记 第三个就是简博赞 所以他的文化大秘才会打的就是赞 历史学家自杀身亡 这是我对简博赞先生了解的全部 作为北大学生 我甚至不知道他曾经是北大教授 不知道北大曾经是教授自杀的重灾区 仅在文革初期 北大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 吴伟能投水自杀的同一个池塘里 竟然发现了另外三具尸体 其中一对还是夫妻 直到68年的时候 毛主席说 像冯友兰和简博赞这样的人 也要养起来 别让他们没有出路 当个反变教材 如果问帝王将相的事 你们能回答吗 还得问他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 北大的工宣队和军宣队 就开了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大会 简博赞第一次带上毛主席像章 拿个小红宝书 带着太太 参加宣布落实政策的一个会 但是这会开过第四天 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副组长 叫乌忠 就来到这个地方 当年就开完这个落实会 他不是住那小屋里吗 就把他搬到这来了 给他配了一个工人 这工人家杜全 就是无论你在哪 这工人到底跟着你 50多岁 说是照顾他实际就是 就是看着他 但是老工人对他不错 他就搬到这来以后 第四天的这个乌忠就来了 乌忠来干嘛呢 因为他是刘少奇专案组 他在调查一件事 1936年国共谈判 就那时候国共有一次和谈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再一次合作 共同抗日 在这个和谈当中 刘少奇起的作用是什么 据传说刘少奇呢 是跟这个蒋介石说好 出卖了那个苏区的情报 然后要带着这个蒋军把这个苏区给歼灭了 他要调查这件事 那么当年这个简薄暂时做地下工作 他就负责斡旋于国民政府和刘少奇之间 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刘少奇 他一直到49年 他第一次见到刘少奇 所以蒋介石说我能交代什么呀 我都不认识他 而且我什么都不记得 这乌忠呢一次一次来 大概两三天来一次 两三天来一次 审查的这个提审的这个程度越来越激烈 最后据说是他带着枪 他拿枪顶着蒋介石的那个下部壳 说你交代不交代 不交代我毙了你信不信 据说是啊 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传说 因为持枪在北京可能性不大 反正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恶劣 到了68年的12月好像18号的时候吧 简不赞夫妇呢 就跟这个杜全老人说 我们先睡吧 你明天早上呢 给我买点油条和豆浆 钱你先垫着 我明天再给你 然后他们聊两口就睡了 就睡在这个客厅的一个一个一个片房里面 然后在12点的时候 杜全曾经听到过他们俩起来 他也想起来 简不赞说 那天这么冷 你别起来12月份吧 你就别起来了 那个我们就是饿了 热点牛奶 然后这个屋里就 喝完牛奶就没动静了 早上起来呢 到了8点钟的时候 屋里还没动静 所以杜全就把门撞开了以后 发现两个人身体已经都凉了 是吃了这个 他偷偷藏的这个安眠药 两人就死了 而且掀开被窝一看呢 穿都是崭新的衣服 鞋也穿着 做好准备死的 然后呢 这个他就赶快告诉这个 这个公宣队和军宣队 来了以后检查一下他身体 发现他左上一堆就写了一个条 这条说的是 我交代不出去 就交代不出来实际 他写错字了 就可能人生最后结局的时候 也挺悲伤的 也没写对 走上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 跟杜师傅 杜师傅不知道 这是左上一那个条 右上一那条特别可笑 写了个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所以后来有些人就说 这教授因为这些事死了 还要写这么一个条 到底什么意思 是为自己的后代能好好活 自己死之前也留出一个出路 还是说 我临死的也要跟党靠拢一下 表示一下我的忠心 他那时候有后代是吧 有后代 我觉得有可能是被后代考虑 后来专门研究文革史的一个叫陈突首的一个记者 他曾经说一下我挺赞赏的 他说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就是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一个标准格式 都行 对标准格式 谁都这么死 他就这么死了 那这个龚仙顿和军仙顿说 找了一个联级干部 就说你把他拉的那个火灯厂给给给给收了 把骨灰留下 但是这个连长去了以后呢 没听命令 骨灰烧了以后骨灰就不见了 后来也没找着 到这个79年平反的时候 他那个平反医生那个骨灰盒里就放了三件东西 一个他老花镜 一个冯玉强送给他的一个自来水笔 还有一个他夫妻俩的照片 就这么撒东西 没有骨灰 非常惨 那他后代呢 他后代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叫简大费 位剧的位 比较活跃的一个人 你在晚上可以搜到他一些 写他爷爷的一些文章 我之前呢还真不太了解简不赞先生 只知道他在历史学界有一定的地位 好像还编过历史教材 印象中应该是一个沉静儒雅的学者 没想到他有这么多的黑历史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也整过人并且下手毫不留情 就这么一听这故事 是不是觉得简博站这人特别可怜 有点 这是文革的一个悲剧是吧 嗯 但是呢 就是任何一个出了悲剧的人 嗯 他之前的都有一些 你听起来 可恨的 对 仿佛是报应一样啊 就说的这个特别不好听是仿佛跟报应一样 这个简博站呢他原来就是老地下党 三七年都入党了 嗯 他四九年的时候去见毛泽东 嗯 然后毛泽东当年给他任务就是你是接收大军当中的一员 嗯 他就来负责接收燕大 他就住在这儿了 这当年不是伟大嘛 嗯 他在燕大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社会学系的教授 但实际上大家都管他叫这个燕源摄政王 嗯 他只是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 摄政王 但是大家管他叫燕源摄政王 嗯 管全的努力 校长 校长叫陆志伟 当年他们都差不多是共通的啊 嗯 那个就是司徒雷雄完了以后呢 是这个陆志伟当校长 校长也得听他的 嗯 整个的学校都得听他的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党官也不认识威克 就是不知道他真有党员身份啊 那到了这个52年校园合并 燕大取消了 北大就搬到这儿来了 但是直到成了北大的教师 1962年才公布了党员的身份 然后公布党员身份那天 他就做了副校长 嗯 在同事们的记录当中 他是一个盛气凌人的人 嗯 就因为自己的地位啊什么的 盛气凌人的人 当他做这个历史系的系主任的时候呢 他只是个系主任 但是在校院这两级 他是一言九鼎的人 他仍然是这个学校的主导 这学校输的是江东基 然后校长是马云初 但是实际上简不赞的 非常之厉害 嗯 那个 当年北大只有两两个轿车 一个是马云初校长 一个就是他的车 就是书记骑个败车车 学者呢 那种奥气 不好这么说 就是比较傲气 对 因为地位比较高 你看这车是谁给他的 对啊 谁给的 就是苏联给了中央一批车 朱德就分了新车 朱德就把旧车给了他 啊 朱德 那他不是住在燕东元的28号吗 啊 所有燕东元的教授 都是两个教授共用一个楼 有的是三个教授共用一个楼 有的是三个教授共用一个楼 只有他是独居 嗯 他自己住那 然后前面还搭出了房子 有他司机住的 有他的这个助手住的 还有他的学生 专门讨论大玻璃房 嗯 嗯 那个当年这个燕东元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没那条汉河 也没那个汉桥了 当年有一条汉河 没水 有一个汉桥 这个汉桥离地呢 他起来以后 离地大概有一米高 那你开车从这边走的时候 上了一个桥 是不是看不到桥那边什么呀 嗯 那当年经济系有一个叫 叫樊红的老教授 他的外孙子就朝那边玩 哦 撞着 简先生这车 一过了坡以后 来不及杀车把小孩压死了 哦 但是因为这个简教授地位特别高 就动员那个樊红教授 不许声张 也不许跟学校闹别扭 就是这个忍了这口气 这就是 所以说后面有对报应 这就是当年那些事 他怕了一条命啊 对 你们知道这个历史人有叫 张东孙的教授吗 是我们哲谢序的主任当年 这张东孙呢 他特别天真 在建国初年的时候 他就觉得共产党呢 要专门跟苏联好 不跟美国好 他就提出个中间道路 嗯 就咱既不跟苏联好 也不跟美国好 或者在什么中间 跟哪边都保持一样的关系 不能一边倒 毛泽东就批判了他 说你这实际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思想就是亲美孔美什么的啊 那么这个张东孙呢一想 我跟中央跟毛泽东也说不清这事 干脆我就个人施点劲 他就认识了一个一个人 这个人叫王志祺 这王志祺是个美国特务 因为王志祺跟他说 美国已经决定了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中包括攻击中国 然后张东孙特天真说 你能不能给美国传个话 别打中国 你打别的地方去 留着中国 你会发现他会跟美国关系好的 而且他还拿出一份名单 就是他是政协委员 画了好多勾 就是跟我特别好的这些委员 就是我也有这么大的势力 后来这王志祺被抓了 王志祺被抓了以后 你想张东孙会是什么样的 实际你想他的初衷是爱国的 对对 但是他跟一个特务来往 他就被定成了一个叛国者 他怎么定成叛国者呢 就是在这个52年有一次思想改造运动 别人批判他的时候 都是三言两语就应付过去就完了 简单是正化了功夫 他独特过去的救助 学历史的果然不一样 别人都三两句过去了 他查他的救助 他在三一年 这个张东孙的一本书 这书叫道德哲学 发现他这里写了几句话 说共产主义一定不能实现 如果共产主义实现的话 这意味着所有劳动者要饿死 说这是什么你写的 然后又在四六年中 发现一本书 思想与社会 这本书里说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一定不是民主的 它是少数人的专政 一定不是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 这是不是你写的 所以这张东孙就 你想成为一个叛国者 然后五三年 他就被民盟撤调的一切职务 然后被抓进秦城监狱 七三年死在秦城监狱里了 所以这都跟简伯藏有关系 他就被别人打 所以有一个人说的比较狠 说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 是从得意到失意 是从受宠到受辱 是从拿棍子打了别人 又变成被棍子打 从自我膨胀到自杀毁灭 就这样的一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 单看一个人 他的死的时候 觉得特别悲伤 但是你看他的前半部分的时候 他也做过他不该做的事 我们历史系 就靖元二院里面 一直立着一个简伯藏的半身像 感觉地位特别高 包括我们中国古代史的教材 还有很多都是写的简伯藏编著 是是是 他的历史上挺厉害的 但是他在历史上厉害 也是留下一些负面的名声 你看这个张印林在41年不写的中国史纲 然后简伯藏也写了同名的一本书 中国史纲 是43年出的第一卷 好像46年出的第二卷 按说我们要写了一个同名的书 前辈曾经写过 你至少在你的序言当中 人家提过 或者有一个什么地位 你是在他基础之上 怎么样 他一句不提他 他一句不提他 不承认是吧 这个简伯藏的学生 后来写回忆录是 简伯藏在说别的历史学家的时候 骂得狗血分头 但说自己的著作的时候 就是神采飞扬 这可能也是一个他的弱点 所以他就不提那个张印林写过这么一本书 而且他在第二卷这个序言当中 还说这样的话 从先秦到现在 直到现在 没有一本完整体系的中国的历史书 我这是第一本 我这是第一本 这说这话没说出来 但意思张印林的都不算东西 所以这也是成问题的 所以知道这些事以后 日后你再看到历史学系 那个简线真相 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但同时伟大人物身上是有缺点的 甚至比较严重的缺点 哪有完美的人 都是特别极端 一方面做的特别棒 一方面又特别的可恨 对 没有缺点的人 我觉得学霸 有理由有自己的小性格 我牛 我两个就这样 但是在当年 那么跌宕起伏的社会里面 有点性格就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枪打出头点 挺惨的 现在学者是自由多了 感觉 现在当然了 现在好多了 至少不会给你整死 顶多把你打入冷宫 这可能性的非常小 绝对不会给你整死 那当年就给整死了 那像我们今天学的 这么干干巴巴的这种历史学 是不是干的 对 就是他们干的 都是因为他们造成的 就是他们干的 之前历史比较好玩的 他不是汉族人 对吗 他是维吾尔族 就是朱元璋那时候 有一个大将 叫 就姓哈 叫哈巴什 八十岁那个八十 嗯 朱元璋一见了明朝以后呢 这个湖南那个土字造反 然后朱元璋就派这个哈巴什 到湖南去镇压他们 同时 他镇压有功 赐他们简性 简出 简出 简出祸患 那么简伯赞 是这个哈巴什的 第24岁 嗯 所以维吾尔族 嗯 这是谁 放着这个手 应该是在那个老师吧 这都是 这是朱青秋老师发的 嗯 那原来是个鱼缸 哪个是鱼缸 原来有一张著名的照片 他坐这房子拍的嘛 这个木制的 是鱼缸 里面放那个鱼缸 哦 哦 哦 您就 这就 这就没了 你看这人放一张 这 这包特别不 哦 真的吗 这包一个带的 对 第一种就是 把这包带的带 还有鸣肉 不是这样 我们是这个 那包叫 叫 叫 我们是百号的田 那都靠老师 我可以叫 我去那里 我的毛病 还要咪咪 寧寧 冠冠 咪咪 都蕉 都是虚 还要咪咪 我找个宝宝 我心想想 要什么呀 咪咪 咪咪 咪咪咪咪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